我前面講到的所有程式碼 這邊上面都有 你應該都找得到 那主要的目標 其實就是這個 這個有點像一個題目 我們主要目標是希望做出這五個按鈕 那這五個按鈕的話 我是建議回去有時間的話 你可以重新再下載一個完全空白的檔案 那如果你真的完全練習 你可能一個一個按鈕一個按鈕的去做練習 那如果假設你忘了差不多的話 你可能就是把前面的影片再打開來看一下 因為前面都有講過 所以我們假設不要浪費太多時間在這上面 因為每次都講一樣的 其實我覺得你可能要 那剛剛課程會上不完 所以特別注意 不過含量還蠻大 像這個住宅切到 這個第一個按鈕的話實際上就是什麼 就是按下它之後 我們先把資料下載下來 然後再插入三個欄位有沒有 就這三個是後面才有的 這個 然後這一個 跟這一個 所以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呢 就是先把原始資料 從雲端上面 就是政府的開放資料上面 下載下來 然後再插入這三個欄位 應該有印象嗎 所以我們使用的技術 其實這個下載有沒有 這個叫 Query Table 它就幫我下載 然後我再插入這三欄 因為很快啦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程式說真的 不用重來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一段 其實其中這個Call 插入欄這個是額外寫的 然後呢我們去 基本上就是加了這個 跟它講說我們路徑在哪 這個網路的連結吧 然後編碼方式 然後最後呢再寫一個什麼 插入三欄 有沒有 插入欄其實就是插入三欄 插入三欄的話實際上就是 插入一個年 有沒有 就這一個 然後再插入公式 向下填滿 那區在這裡 有沒有 一二三 然後路接到一二三 所以基本上 大概就是這一些 應該還有印象吧 如果這個假設忘了差不多的話 雲端上都有 而且上面我都有盡可能加上註解 所以我建議啦 各位將來在做練習的時候 一樣喔 也是盡可能的 把這些通通加上去 OK 所以 當然 不可能說每個同學 一下子就可以馬上 就是 做熟啦 不過喔 一定要把這些 盡可能的熟悉 那你說老師這個 我住宅切到的 這個練習做完了 那我可不可以換別的 當然可以啊 其實雲端就是 開放資料裡面呢 除了住宅切到的 這個資料之外 他好像還有什麼 汽車 機車 自行車 還有什麼 搶奪 哇很多耶 就是這個資料的話呢 實際上喔 我是覺得台北市政府的那個 那個承辦人員喔 我覺得他也滿認真的啦 所以如果假設 你們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其實不妨喔 可以從那個開放資料 當然你找 我或者直接找那個連結吧 然後進到裡面之後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這邊其實他有提供 除了這個 應該從這邊進好了 開放資料平台嘛 然後我之前是找那個竊道 所以或者說你可以不一定是那個什麼 不一定是台北市的 比如說你竊道 你可以吧 找那個就是其他縣市 好像桃園也有吧 新北看看有沒有 那這邊有沒有 台北的有汽車的 自行車的 還有其他竊道 他這個好像把它全部集中在 所以如果你要找全部的話 這個是全部的喔 那住宅是最後一個 當然我是覺得他這個資料喔 編排的至少其實還算是 滿OK的啦 那當然還有一些資料是有錯誤的 而且他其實這邊喔 還滿貼心 他還告訴你說喔 他這個資料是台北市政府的警察局 然後什麼 刑事警察大隊 而且他還把承辦人的那個名字 放在這裡耶 甚至後面還有電話耶 所以如果假如說 你實在是 對於資料有點問題 你甚至還可以打電話去跟他 跟他 跟他 跟他這個 這個討論啦 OK 你這個資料哪邊有問題 然後 底下的話甚至還可以登錄耶 我發現他可以登錄之後還可以問問題 像好像有人是要做研究的 他研究一些 什麼 犯罪熱點的 OK 然後呢底下甚至他還是會回覆耶 有沒有 而且他甚至把名字都 放在這邊的 所以其實你打電話去應該 也是可以詢問得到 OK 相關的資料 那其他還有像 底下還有相關資料啦 比如說汽車 比如你想說 假設給各位題目啦 就是說 除了住宅之外 你要坐汽車 像比如說 如果有開車的同學 應該會想說 到底車停哪裡最容易失竊 有沒有 如果台北市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OK 這裡面就有汽車 所以喔 避開那個 容易失竊的地方 對不對 那騎機車也是這樣 到底 機車喔 停在哪裡最容易失竊 當然我最想知道就是 比如說 哪一區切到案件 是不是也跟那個住宅一樣 OK 我不知道 如果各位有興趣可以 然後哪一條路上面 最容易失竊 失竊率最高 嗯 我也不知道啦 反正這個其實蠻好奇的 但是說真的 這個如果你沒有 自己去針對開放資料 去做一個統計分析啦 所以你要問 還是問不到人呢 除非說他是在台北市警察局 因為不見得警察局裡面的人 也都知道這些訊息 OK 好 那還有像腳踏車啦 等等的 相關資料 我想各位可以 自己再去了解一下 那 所以這個 蠻多地方 可以再去了解 那這個影片在這邊啦 所以回去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OK 喔 好像第三次 好像大家觀察數比較多耶 第四次好像大家就有點 可能大家 回去時間好像 沒那麼充裕 所以回去可能真的要看一下 不過還是因為太難了 大家已經快要放棄了 不過 你就可以把它當那個嘛 平常 像 這個 下個禮拜如果連假 你如果有時間的話 可以再K一下 因為這東西太花時間了 那 我只是把它整理出一個系統 那 只是說我不可能講太慢 因為一人一串講下來 可能有些同學也許 大概講到後面前面都忘光了 不過沒關係啦 你自己再看一下 那其實我們都已經把它放在那個 就論壇上面啦 所以今天應該是第五次上課 也就是我們這個課程喔 有14次 所以會有14個 14個清單 都會在這上面 所以你假設啦 你前面忘了 好像我們有些東西是前面講的 你前面再打開來看看 保證前面都有講到 只是我看有些同學應該都忘了差不多了 那這些東西就是會就會啦 熟就熟 馬上就可以解決問題 但是你不會就卡住啦 所以很多地方喔 真的都卡關 你不要看我講的那幾個小地方喔 每個地方都是關鍵耶 那有時候我可能我自己卡了很久 我終於發現那個答案 但是只是一點而已耶 OK齁 那所以這個是整理好給各位的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要往前推進了 所以第一個是比較簡單的範例 老師簡單的範例就這樣子 那後面還得了 不過各位也不用太擔心啦 前後都有呼應的 每一題其實都類似 那接下來請各位 再開啟第二個講義的理 這個什麼 就是也是一樣 用以Sale賄賂資料 但是賄賂一樣是CSV 那我這邊盡可能找一些 我覺得既不會太困難 然後又蠻跟生活啊 工作有點關聯性的一些範例 所以呢 我就找到那個 像我找了一個外匯的資料 因為外匯應該大部分同學 如果出國啦 或者是投資啦 其實外匯也是 比如說像 現在那個定存 像美元的定存相對就高很多 所以如果你是存台幣的話 台幣才一點多 如果你存美元的話 至少都3%以上 對不對 所以當然你要挑的話 可是問題你美元 你要買在低點的時候吧 你不要說 現在比較高你才來買 像最低還有低到27點幾耶 所以如果你27點幾來買的時候 現在30 欸 差一成多耶 OK 然後再加上那個 定存的這個利息 那其實也不如小補啊 可是問題你要怎麼知道 什麼時候該買 什麼時候該賣 對不對 OK 如果你買錯時間點 那真的就做套房 類似概念 OK 如果剛好你要出國 剛好可以把它領出來 那用起來其實相對的會便宜 其他像日幣也是一樣 現在很多人好像每天 常常在日本 好像甚至有的朋友 在日本遇到 欸 你怎麼也來了 OK 所以 這個當然是 出國的時候 一定要懂得換匯 如果你不會換匯的話 那當然你要花的錢 會比別人多很多啊 有沒有 匯差就被吃掉了 像我之前我記得 好像最省的方式吧 其實如果說日幣的玩法 就是說 像我之前有辦的一個雙幣卡 它就是直接你換匯的時候 可以用最低的 它有個用App的最優惠 然後你扣錢 就直接扣裡面 它完全不收手續費 所以我就逢低買一些 比如現在0.23了嘛 如果0.23買的時候 對 等它漲上來你再去消費 哇 等於是說 你就不會感覺好像 什麼東西都被貴到了 OK 所以要記得 可能要低點的時候逢低買 然後高的時候你來消費 你會覺得 哇 這什麼都划算 所以呢 我們第一個 如果今天假如我舉個 一樣開放資料 那我舉個案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 跟那個前一個範例差不多 我希望把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的話你可以點開來 那這邊的話就是 每日的外幣的參考匯率 那總共的話呢 又有這些 它欄位 哇欄位很多耶 日期第一個欄位 第二個是 美元對新台幣 然後呢 人民幣對新台幣等等 有這麼多啦 它好像有九種吧 那我們大概一樣 先看一下檢視資料 裡面的話呢 BIG5 所以呢 這個基本上直接打開 不會亂嘛 但是如果是UTF8的話 那你就不能直接打開 我前面講過你可以用賄賂的方式 轉換成UTF8 那我會希望說 後面要做練習 第一個 一樣把這個資料爬下來 直接就放到Excel 不要手動嘛 OK 那怎麼做 前面我們不是用Creditable那個範例 其實直接改馬上可以用 有沒有 那個範本拿來用 馬上可以用 我覺得這蠻方便的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因為如果你直接下載資料之後 假如你要去了解說 匯率的高低的話 其實說真的啦 最好就是直接 所以喔 第一個是匯率下載 所以按下 假設我有一個按鈕按下去 自動把這邊的資料 做一個更新 所以這個資料好像是舊的啦 2021的好舊 這個是之前的範例 所以我如果要更新的話呢 一樣喔 按下這個按鈕 它會自動怎麼樣 把舊的刪掉 我看一下 這個就2023了 有沒有 所以有的時候 先刪掉舊的 然後再下載新的 那新的話 總共就是這些資料 幫我下載下來 可是呢 當然我這邊應該理論上 不用插入任何欄 因為資料都有了 所以不像前一道題 會需要插入那個 就是這個年啊 區啊 路街道 不過啦 這個地方其實是有一個可以 比如說你說 老師我可能 我不需要這些欄位 我可能後面這幾個不要的話 那你是可以把它刪掉 因為太多了 多餘的欄位是可以刪掉 那刪的方法應該還記得吧 有沒有 之前我有教過各位 是用藍的話是column 所以你來一籃呢 F冒號到K 如果這F到K要刪掉的話 那很簡單嘛 column 刮弧 雙引號 F冒號 K 後雙引號 後刮弧 只要點什麼 delete 那這些欄位呢 也就會被刪除了 OK 應該還有印象啦 然後呢 如果我今天第一步 我等一下練習 是希望可以把資料下載 那後面其實主要練習的應該是畫圖啦 那我前面跟各位講過 如果我今天希望喔 資料有了 第二步我不畫樞紐 因為這個地方不需要樞紐分析 我希望直接畫圖 那畫圖的話呢 假設我的需求是 直接就把美元的匯率喔 他匯率應該是從哪裡 從這邊把B2 Ctrl向下 畫到這邊 那因為呢 他這邊有日期 然後這邊有美元 對不對 如果這兩個欄位 我希望把它畫成折線圖 並且放在這裡的話 當然啦 如果你用手動的話 變成你要做很多步驟 但是我們後面要想要做的是 直接按下這個按鈕 自動幫我把什麼 美元的折線圖畫在這邊 那底下呢 我希望呢 再幫我畫一個人民幣 畫到底下 人民幣畫 所以這幾天你可以看到 美元好像看趨勢這幾天 從那個 上個月2月1號 一直到 就是今天為止 好像有那個趨勢慢慢 好像有一點點 稍微往上一點點 人民幣好像也稍微有往上一點點 但是波動比較大一點點 那可以把它刪掉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總共有九個欄位 就是B到K 我希望全部都畫出來 而且我希望全部畫在這個地方的話 我要折線圖全部 OK 你會發現 一個、兩個、三個歐元 然後美元日幣 然後英鎊對美元 等於是總共有九個欄位 就畫九個圖在底下 OK 所以等一下的話 主要的就是說 第一個如何把資料匯入 第二個的話 可以先畫一個 那你想說畫第二個 如果第一個、第二個畫出來 你可以再去找到它重複的地方 再跑一個回圈 就可以把所有的圖都畫出來了 但是就是我剛剛講的 其實就是在ch2裡面 你的左邊跟你的右邊 還有你的大小 其實只要指定給它 它就可以畫下一個 可是下一個你要知道說 下一個的 什麼 它的應該是垂直位置 應該要讓它向下幾列的高度 它就會放在那個位置 有沒有 寬度跟高度一樣 再畫一個、再畫一個、再畫一個 OK 好 那這個大概是第一個 如果說我今天要就是畫這個圖 不過另外其實延伸的還有什麼呢 甚至我還希望 類似像這樣的 跨工作表 比如說我要畫 不是畫在同一個工作表 因為同一個工作表 左邊是資料 右邊畫圖 其實也OK 可是感覺好像有點擁擠 我現在要分開來 所以我資料在前面 然後圖放後面的話 跨工作表抓資料 把它全部畫 而且畫出來我希望是畫兩個 OK 兩個可以 甚至三個、四個、五個 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最後把它圖給刪掉 大概是這樣 所以待會的話 我們練習 主要就是會有兩個這種 第一個抓資料 第二個的話就是會圖 OK 那其實後面還有衍生的 所以請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 然後呢 第一步的話 先去抓那個網路資料下來好了 所以你們可以先去第二個單元 所以這個在這裡 這個 OK 就是打開來之後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是 就是匯入CSV格式資料 底下這邊有個連結 那你把它點開來 就是我剛剛的那個外匯資料 OK 那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把它再切還給各位 我們就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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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可以 對 我們這邊 感谢观看